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留意报道 茅台9逼近价格生死线经销商新级 茅台9的价格近来不断下滑 已经逼近经销商公认的价格生死线 有评论人士认为 茅台9滞销折射了中国中产阶层人士数量大幅减少 该消息登上了百度4月13日热搜 在北京金融街、国贸、CBD附近几家店 4月10日的茅台零售价格均在2600元人民币至2700元之间 而且销量锐减 有酒店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原来半个月的货现在能卖一个月 线上的价格还要便宜一些 知名的第三方酒驾平台 今日酒驾4月10日显示 飞天茅台散评跌至2505元每平 原箱跌至2790元每平 但上述价格不包含税费、物流、人工等必要成本 一名资深茅台黄牛老黄认为 茅台价格还会下跌 他说如果不着急买建议再等等看 茅台9市场需求减少 社会库存增加 价格下跌对普通民众触动不大 但对经销商来讲却感到了危机 对茅台9经销商而言 2500元就是生死线 而跌破2600元则意味着距离这条生死线不远了 虽然每年4月份是大陆白酒销售淡季 据香港01消息 有12年白酒销售经验的老白酒人对此表示 我干了那么多年白酒经销 第一次见茅台价格下跌得这么厉害 他说自2012年从业以来 飞天茅台酒的价格都是震荡上升的 像这样的下跌幅度实为罕见 不少回收商表示 这次茅台价格下跌并不寻常 时事评论人士石涛在4月12日的今日点击中评论说 茅台酒价格下跌 销量下滑显示消费茅台酒的人少了 中国中产阶层的人减少 中产阶层消失了 中国酒业分析师萧竹清队21世纪经济表示 社会购买力不足是中国酒业面临的共同问题 消费者对未来收入预期悲观 造成消费紧缩和消费降级 给贵州茅台带来的直接影响是 消费场景减少 带来消费量减少 4月8日 24年散装53度500毫升飞天茅台的批价 已跌破2600元每瓶大关 报2580元每瓶 4月9日 53度每500毫升飞天茅台批发参考价 再次下跌至2510元每瓶 而该单品在3月8日的价格为2705元 月内降幅近200元 4月8日收盘 贵州茅台股价报收1666.66元每股 全天跌幅为2.82% 4月12日 茅台股价报收1634.03元每股 下跌0.85% 总市值2.05万亿 从8日开始 茅台市值蒸发超过600亿元 茅台酒售价逼近生死线的新闻 引发网民热议 在腾讯网有近1500名网民参与了讨论 网民坏孩子表示 这玩意就是典型的 喝的人不买 买的人不喝 说明我们有多注重礼尚往来 更说明这玩意在礼尚往来中的重要性 左右则表示 随着新一代年轻人对白酒消费越来越少 茅台已经脱离白酒是消费品这个属性 现在市出来的酒都有人收走了 等以后卖高价 但是终究有一天会爆的 存量太大 大家都不喝了 没人买了 酒就是废水 所以茅台一定要让酒变成真正的快销品 大家都喝得起 而不是收藏品 终有爆雷的一天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 韩国优质 六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 RF RG3 RH2 为高力人参 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 灶带RG3的含量 比鸿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